好,再来请各位看遥测在讲义52页的重点 主要包括第一个遥测的种类 在气象遥测部分主要有卫星跟雷达两种 那气象卫星的观测方式是被动的接收 从云或地表发出来的红外线辐射 或者是反射的太阳光 因此属于被动式遥测 也是卫星不需要发出任何电磁波去碰 接触到大气或地表 但是雷达观测就比较需要主动发出电磁波 来碰到它所要观测的对象 那当然主要是水滴为主 所以像这个遥测方式 还可以分成被动式跟主动式这两种 各位要了解这个基本的概念 那至于卫星观测部分有两个重点 卫星的种类有绕极卫星跟同步卫星 它们的优先跟特性请各位自己浏览 那主要的考试重点 一般是放在这两种常见的卫星云图的判读 可见光云图跟红外线云图 分别是看云反射的可见光 跟发出来的红外线辐射 那可见光部分主要是了解厚薄的 可见光部分主要是了解厚薄 一般而言看起来 看起来越白的在可见光云图上 代表它比较厚 反射太阳光比较强 而至于红外线云图 红外线我们是看不见的 所以它是经过转换的结果 我们才看得到云图上 越白的通常代表比较低温 那代表云顶是比较高 我们前面讲过 越往高空温度会越低 所以那个地方它的云顶温度比较低的 代表它比较高 那它的红外线辐射请注意 是比较弱的这一点请留意 任何物体温度低的辐射一定是比较弱 那温度高的辐射一定比较强 所以各位有一个基本概念 云顶比较高的 代表它比较高空中的 那它应该比较低温 那为了让我们呈现它比较高的特性 所以它卫星云图上把它呈现 做得比较白 其实我们看不见 那再来一个重点就是雷达 气象雷达主动发出无限电波 去碰触雨滴 这些水滴 然后来测量它的回波强度 以了解它的降水强弱 那新型的雷达是都普勒雷达 用了都普勒效应 那可以看这个水滴 回传的这个波动 频率 波长或频率 来了解它在靠近或远离 靠近我们的话 当然它的频率会变高 波长会变短 那相反的就是远离 这跟我们前面学过的概念是类似的 都普勒效应在这边会运用到 那如果能够测速度的话 就可以了解风向风速 像台风来袭期间 就会用都普勒雷达 来了解台风中心所在的位置 跟它的风力的强弱 那这个从地面去进行 气象雷达观测 那离我们要看的那个云 或像台风是比较近的 因为毕竟卫星都是几百公里到几万公里 相对距离远 那解析度跟近的看 那有所不同 那通常我们对于气象雷达观测 主要是局部 因为它比较近 通常它能够看的就是比较局部的 那这种对于比较小尺度的天气现象 就比较重要 那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些重点去了解 大气窑测一些考试常考的观念 那我们学测目前为止 考过的考题就是199页这一题 那这一题主要考的观念是 卫星云图的判读 答案给的是第二个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两张云图上面 红外线云图跟可见环图 都呈现比较白的状态 那如果你看到比较白的意思 就代表它比较主意 可见光云图比较白 代表它比较厚 比较厚 那如果这个红外线云图比较白 代表它云顶比较高 所以合起来就是既高且厚 又高又厚 那这个第二个叙述是正确的 那我们来看看几个错的叙述 各位可以发现 甲在两种云图上面 也都是比较白的 代表它也是一样 也是比较厚 然后也比较高的云 那一般而言像这种云 也是属于基于云为主 那它这个叙述 这句话是OK的 但是前面这个叙述是错的 因为低压外围环流 注意哦 低压中心空气是上升运动 而外围是下沉 所以下沉作用不应该有云的发生 所以它不可能有 外围环流合并造成这个现象 这个叙述是乱写的 不合乎目前所知道的气象原理的 再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 如果是基于云 它应该是这种 从低到高垂直发展很旺盛的 代表对流非常旺盛 这种厚实的直展云才对 那基本上如果是基于云的话 应该类似像甲乙这种 两张应该都很白 而不是都很暗淡 或可见光云图明显 那如果像这个可见光云图比较明显 红外线云图暗淡的 那代表它厚 但是不高 一般而言是低云 才会有这种特征 那第四跟第五个选项是斜反的 第四个选项 讲的是甲 那乙处的选项 当然我们都知道 甲乙应该是既高且厚的既云 那以它的叙述来说 可见光云图如果比较暗淡的 那代表它比较薄 那比较薄 但是红外线云图比较明显 那应该是比较高的云 才会是如此 至于如果是红外线云图比较暗淡 代表它比较低 然后可见光云图明显代表它厚 低而厚的 应该是比较低层的云层 才是合理的 所以它这个选项等于是斜反的 当然也跟事实不符 好 那这就是我们有关于云图的介绍 跟卫星摇测 还有雷达摇测的重点 我们就整理到这边